好 那同學呢 你進到我們這個教材 在這裡 第十個 你進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 我們來給各位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沒有模型 沒有3D模型啊 那請問可不可以放進去 比如說像我們 在很多飲料店前面啊 電影院啊 或一些景點 有沒有常常有人情利牌在那裡 明星的啊 或者是 推薦的啊 像這樣 就在這個上面 像這裡 這個 我把完成的檔案 我把它下載下欄下 這個是完成檔 我把它下載而已 事實上這個方式 我們也常常在哪裡 在遊戲裡面看到 因為遊戲裡面 我們 上次有給各位看就是說 你如果是在這裡面 像種這種樹 它是不是真的樹 這個 泥巴也是真的樹 所以你種的越多 它輸出的速度會越慢 因為那邊要算的那個什麼 光影變化越多 所以很多遊戲 它為了 讓你的速度更加流暢 很多都是假的 什麼是假的 就是用照片 我就在這邊貼一張照片 就好 你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已經下載下來了 我來把它打開 好 開啟就檔 找到了 給你看一下 這裡其實有兩個 來 但是呢 我先開一個 你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 這樣 你把它翻過來 有沒有這種薄薄一片 有發現了 也就是說我今天雖然沒有3D模型 沒有他們的3D模型 但是沒關係啦 我就把它圖片 當做人情地牌 就把它放上去 是不是一樣可以 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好 就是你要調整高低也可以 你看它就在這裡 這樣薄薄一片 就在這邊 所以你要翻轉一下也可以啊 翻一下看你要放哪一個角度 這個是我們 等於說我還沒有那麼高檔的 製作模型的能力 事實上 你說一定要變3D嗎 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 3D的哆啦A夢 有電影版啊不是嗎 你們沒有看過3D的哆啦A夢 我們在訊息這裡面好像有耶 我好像有放那個 訊息裡面 3D的哆啦A夢 啊沒有 你們搬的我沒有放 哈哈哈 好 那 那個說真的 其實我還是覺得 看起來2D比較好看 哈哈哈 比較習慣啦 比較習慣它的感覺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 那當然前提就是你要會什麼 去背嗎 所以我們在這個教材裡面 遞見自己 就是教各位怎麼做去背 好那 第一堂課我們不是有分享過 線上的那個去背嗎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張好不好 那如果你不要找也沒關係啦 我這裡也有 這個 以前我掃描下來的 哈哈 自己做的去背 你可以拿這張也可以 或者是你自己要 找一張 還是呢 你用我們上次教過的關鍵字 還記得哪兩個關鍵字 可以找到去背的嗎 PNG跟SBG有沒有 你可以用哪兩個關鍵字也可以 或者你去找線上圖庫 都沒關係 好 像線上圖庫有一個叫 叫PNG3 TRE 這個 也是 全部都是 PNG的圖庫 好當然 我們講過這種的 比較 屬於是吧 比較屬於 就是個人使用而已啦 但是商業用途 你就要看一下喔 看一下哪有授權 這樣了解嗎 這個圖庫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時候 你也可以來這邊找找看 通通都是去背好的 通通都是去背好的 哪一個網址呢 就是這個 PNG3 PNG的數 這樣你應該就比較容易理解 你也不用記網址 就是這樣就好 這樣也可以 那我就請各位先找一下囉 現在呢 大家都找到你覺得適合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圖要怎麼放進來 好 你現在找到這個 我怎麼樣把它放到 我們的這個檔案裡面去喔 你看 不管你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圖片 請問是2D的還是3D的 2D的對不對 2D的它不是模型 請問可以直接放進來嗎 不行啦 你不要忘記了 你現在就學3D有沒有 這裡一定要3D模型啊 那它既然不是模型 就沒有辦法從這邊或從外面揮進來 那怎麼辦 自己做模型啊 自己做牆壁可以嗎 可以 但是牆壁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的牆壁 在水用戰地的牆壁 一定要從什麼 從地板開始往上 你還記得我們牆壁不是有左右兩邊嗎 對不對 左邊的牆 右邊的牆啊 那它的用牆壁的問題就在於說 第一個 你在這邊牆壁它只能靠在地上 所以你今天如果這張土要放在上面就不行 第二個 因為它有兩面牆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透明 你看我們這一張 你看我們這一個 有沒有透明 有對不對 牆壁的話很單純就是 你要這樣可以 那它就是變成 這樣子 好不好 變整屁的 可是我現在是不是這邊都是穿透的 這邊都穿透 它也做不到 所以怎麼辦 透過外掛 因為我們透過外掛 可以把牆壁轉換成一般的模型 轉換成一般模型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懸空高度還記得嗎 你看我們這裡有腳踏車有沒有 腳踏車如果你需要它放高一點 是不是可以放高 放低就放低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腳踏車 請問它有沒有透明 有沒有可以穿透過去 模型啊 是不是可以穿透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利用牆壁 轉換成3D模型 這個內建功能沒辦法做到 需要一個什麼功能 需要在這邊 家具這邊 這個Penitia這邊 Tour工具這邊 有一個外掛 可以幫我們把牆壁 轉換成家具 也就是所謂的3D模型 所以現在呢 我要麻煩大家囉 你看你要用你自己的檔案 是 或者你從這邊 來自範例檔案都好 我們上次有用過這個吧 對不對 有介紹過 不要買 不要自己蓋房子 買房子的方法 好 你就從這邊直接挑 好 那我現在呢 你就來這邊 先用牆壁 先做一個 隨便 看你要多長 沒關係 但是自己要稍微記錄一下 比如說你看我這樣 一拉出來 這樣是不是幾公尺 是不是4公尺 400公分 是不是4公尺 好 我到這邊就兜兜兩下 兜兜 好結束了 這樣就好 請你先畫一個牆壁 我們現在再往下 你畫好之後呢 我就是要把這個轉換 但是在轉換之前 麻煩你 因為我們的牆壁 請問預設多厚 是不是14公分 你看我點這個牆壁進來 有沒有 我們預設是厚度 是不是14公分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太厚 欸 你們一般看那個 看人家的那個 人形立牌 有很厚嗎 沒有啊 因為太厚通常都在 住在皇宮裡面 才有太厚啊 對不對 那宮廷聚才有的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生活在現代 國國裡面就好 OK 所以呢 你給他1公分以內的 你可以0.5 每個1公分都沒關係 1公分 有沒有 我這樣是不是變很薄 這樣了解了 其實我們 把它弄薄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因為 它貼上去之後 如果你沒有很薄的話 因為它中間 所以有厚度 我們的影像在那邊 會貼進去 所以我會把那個 厚度把它變薄 這樣了解 好 我現在已經變薄了 請你來這邊 本來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複製貼上的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用它內建的複製貼上 那牆壁複製在貼上還是牆壁 有 跟今天也是有 對吧 我們現在不要 我們要轉換類型 所以請你找到這個地方 工具這裡 先把那片牆壁 選到 然後呢 工具這邊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Copy as new furniture 找到了嗎 Copy as new furniture 也就是我現在把牆壁 轉換成什麼 3D模型 這樣它的屬性就會不一樣 這樣了解 好 我就把它按下去了 按下去 好 現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剪貼布的內容 就已經有剛剛這個 而且已經轉換成3D模型 你現在直接把它貼上 有沒有這邊有個貼上 貼上就好了 好 現在呢 你從這個畫面上看出來 看起來 是不是像兩片的牆 可是呢 你看 我點原本的那一個 這個是牆 你點右手邊這個 剛剛複製出來的 有沒有發現已經變下去了 有沒有不同 屬性不一樣的 這樣知道嗎 當然你如果會 其他的3D軟體 老實講是不用那麼麻煩 但是因為我們還不會其他的 所以就只好用 所謂的外掛的方式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了解 所以麻煩你確認一下 你貼上來之後 這個屬性有沒有變成所謂的家具 如果有就表示成功了 如果沒有請你再做一次 好 就點到它 到工具Tools Copy as new furniture 複製完了 就直接貼上就好 他就幫你轉換完成 那舊的這個呢 就工程撐退囉 就是牆壁那個你就把它刪掉囉 剛剛的牆壁這個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好這樣你就避免混淆 既然你已經把它變成3D模型了 各位 各位 我們之前有沒有學過什麼替換材質 有對不對 那你要先了解一下 你們家的這個模型多大 你看 我們家這個模型 現在的大小 有沒有寬度是400公分 對不對 深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厚度 一公分 那高度是250 所以我現在呢 就準備來這裡 告訴他 我的紋理 我們家的紋理 要換成我要的那張圖片 可是你的高度 寬度 寬度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從這邊按一下 你去把那一張圖片把它插進來 還記得我們之前用過這個嗎 對不對 替換材質啊 你可以從這邊選 也可以直接拖替進來 那我現在這個 點開 好 先把它降低 你維持也沒關係 都可以 有沒有進來了 這裡有一張 繼續 重點是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本身 你覺得我高度 我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把它變250 你就調高度就好 你如果是你要寬度一模一樣 你就用寬度 你要高度一模一樣 你就用高度 就是指定一個就好 假設我要跟我這個 搶一樣高的 我就用250公分 好 我按完成 那你確定 確定 有沒有變了 你有沒有發現裡面有兩個跑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這張圖片 對不對 這張圖片 請問 是不是直式的 對不對 高度比較高嘛 但是我的寬度現在是比較寬 這個是比較寬 然後高度比較矮 所以呢 它會有拼貼 像那個姓名貼一樣 是拼貼出來 所以如果我不用那麼寬 我就把我的寬度 這個模型的寬度 都都兩下 你可以來這邊 寬度 好我變200 有沒有少一半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模型變大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它會像拼貼的那樣子 你看我今天200 我都變500 有沒有變兩個人 站著很直的 因為像姓名貼一樣 所以你的大小 你只要指定好了 確定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看你在以高度為主 還是以寬度為主 這樣子你進來的 這些都OK 而且它有什麼 懸空高度啊 對不對 因為它是3D模型 所以你要擺哪邊 是不是都可以 就不會像地板 或牆壁 它永遠都一定要貼在 我們的那個地面上 你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把它做調整 所以這樣子呢 你的2D模型 就可以出來 那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變成比較厚 你看我把它變20公分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厚度的地方 它實際上是兩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把厚度變小了嗎 而且它就好像我們包裝一樣 什麼叫像包裝一樣 我跟你講如果你有一個這個 它有一個厚度 你的包裝是會變成像這樣子 這樣我還算會做到3D嗎 你就好像有一張紙 是這樣會跨過去包過去 所以中間這邊 是不會浪費掉一些空間 浪費掉一些空間 你看喔 這個時候 左右兩邊的高度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高度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知道為什麼 所以一般我會把那個厚度變很小 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兩片 第一個黏在一起 第二個 它的誤差會變得很少 那你就會覺得它看起來像是一片 所以如果我用0.5 有沒有這樣看起來就像一片 你就不容易感覺到它那個差異 所以你會覺得從前面看後面看是感覺都一樣 這樣有了解嗎 可以喔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想把一般的照片 把它擺到我們水用站裡面去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只要有一個座椅 應該是要有的 然後我就把一些提示 然後再加起來 就是我們這個方式 要去做 一個一個方式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